前辈 这个地方很贵的 那我秦彦妃从来不欠人情 找人帮忙嘛 肯定要好吃好喝的款待着了 对了 这是送你的 送 送我的 好漂亮啊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居然还有挑衣服的眼光 那又不是我挑的 是他挑的 我看上的人 那眼光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什么 你让他给你的相亲对象挑衣服 你可真行 行了行了 赶紧试试去吧 怎么样 还行吧 还行 我说秦彦妃 你是栽在哪个姑娘手里了 什么年代了 还玩这套老把戏 那套路虽然老秀吧 我跟你说 感情呢 要真心 你怎么来了 吃饭啊 吃饭啊 这件衣服不适合你 是吗 确实不是我的风格 我现在可以下单了吗 再等会吧 我这相亲呢 不太方便 要不然你先走吧 用着我的卡 还让我走 对 我们再相亲 相亲怎么了 又没结婚 怎么 还让我随分子钱 行 真饭 我不吃了 我扛不住了 我先留 兄弟你加油 刚才那个女孩跟你不合适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感觉好像听过很多遍一样啊 总之身高 星座 性格 都不合适 那我跟谁适合 我哪知道 吃你的饭 好嘞 来 喂 于全季节委收到消息 金牌制片人恶意破坏他人相亲 先来采访当事人 你无不无聊 我什么无不无聊啊 人家老秦好不容易相亲一次 被你给搅黄了 你不能负责啊 负什么责 明知顾问 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秦岩飞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都不对他动心 这很重要吗 重要啊 如果你也喜欢他 你们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办一场万众瞩目的婚礼 直接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下一站幸福啊 幸福 我吗 对 说的就是你 莉莉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懂如何经营爱情 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 我很怕秦岩飞会成为下一个许远行 也害怕脆弱的感情 不得善终 因为害怕 你就忽视秦岩飞对你的心吗 我跟你说他不是许远行 更不会成为下一个许远行的 你不去尝试才是对你们感情的辜负呢 我没这个自信 你可以不相信自己 但你不能不相信老秦 姐 你可以不给自己机会 但是你得给秦岩飞一次机会啊 行了行了 我忙了 谢谢啊 怎么突然想起来 带我来这儿吃饭了 你不是喜欢这儿吗 看来我喜欢什么你都知道 其他大 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这里了 是啊 来 坐 我跟你说啊 这杯的牛排特别好吃 是吗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老秦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好巧啊 好巧啊 你们认识啊 有男朋友还出来相亲 等一下 相亲 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样的 嗯 嗯